我是影評人張彥拓 《絕美之城》他拍的是城市 說的是人生 感嘆的是青春 非常值得大家細細品嘗 義大利電影《絕美之城》 南瓜多項大獎 帶你走進羅馬古城的浮華與虛無 那你在這座城市裡面 不管你在什麼樣的角落 它都是有很豐厚 歷史跟人文的底蘊 這會帶給你一種錯覺 就是我好像 我只要在這裡生活 不管做什麼事情 說什麼話 都格外有一種意義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它好像就帶來一種 永恆的一個觀光客的狀態 義大利名導索倫提諾 借電影的視角探尋城市的故事 他覺得他不只是在拍人生 他也是想要藉此去講 羅馬這座城市 或甚至是義大利這個國家 他覺得這個國家 已經來到一個 做出一些改變不行了的階段 本週跟著異象世界 帶你走進《絕美之城》 五月二號下午四點 晚上十點半 鎖定UDN-TV 嗯 MING PAO TOW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